Hello,大家好,我是小青 上一期给大家拍了个视频说晚莲为什么不开花 然后就有话语问我说晚莲为什么会黄叶 那今天就给大家说说晚莲会黄叶的四个原因吧 第一个原因呢,就跟晚莲不开花的原因是一样的 它的光照时间不够 晚莲是喜欢全日照的光照环境 如果光照时间不够,不仅不开花 眼中的情况还会黄叶 对于这种情况呢,我们就要把晚莲搬到家里面阳光最好的地方 让它接受全日照的光照环境 每天接受八个小时以上的光照 那么你的黄叶现象肯定能得到改善 叶子也会变得生机勃勃起来 晚莲叶子发黄的第二个原因可能就是因为盆太小了 看我面前的这个花苞 还没有指甲盖那么大 这个是微型晚莲 微型晚莲我们在种植的时候一般是给它用小盆来种植 就像面前这个小小的盆 那盆小,夏天太阳又比较毒 所以它的水温就会向心得很快 这个也是导致晚莲黄叶的第二个原因 那夏天的时候我们就要随时注意一下水温 如果水温过高,我们就给它添一点凉水进去 把它的水温降下来就可以了 晚莲黄叶的第三个原因就是因为肥香了 我们在给晚莲施肥的时候一定要掌握好毒 不要一把腐和肥直接撒进去 那如果晚莲肥香我们没有其他办法 只能给它换土 晚莲换土是非常上根的 所以平时给它施肥的时候一定要尽量薄肥 然后多试几次就可以了 但是大家也不要因为觉得施肥会造成肥香就不给它施肥 如果不给它施肥也是会因为缺少营养元素导致它黄叶不开花的 这就是晚莲黄叶的第四个原因 我们在给晚莲施肥的时候要尽量多施灵甲肥不要施蛋肥 如果蛋肥含量多就会导致它枝叶繁茂就是不开花的情况 那以上就是晚莲黄叶四个原因 你现在知道了吗 我是小青 关注我带你科学养花养好花